我跟他認識的時候 他都沒有認真在主持節目 記得他那時候在發展他的LED事業嗎 當時的憲哥有像 那麼努力的在栽培他子弟兵 這樣栽培我的話 我就不是今天的我 但是可見他都有私心 他還告訴我說 我跟Sandy說要跟佩晨姐姐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笑話嗎 憲哥 傷我的心 會有20年的嗎 蛤 JD秀有20年以上 你說我跟憲哥主持的那個有沒有20年啊 我看喔 我結婚的時候我都還在主持 10多年啦 大概 妳最近看他那麼豐光 把子弟兵全部送到金鐘 妳想說什麼感覺嗎 我跟他認識的時候 他都沒有認真在主持節目 他那時候的一心都還記得 他那時候在發展他的LED事業嗎 他一收工就帶我們去參觀LED的工廠 跟LED的人開會 我真的都不知道他那時候 就是一次他硬拉我們去參觀他的工廠 我想說你每天這麼分心 到底 他說我有工廠了 帶我去看工廠 所以如果當時的憲哥 有像 那麼努力的在栽培他子弟兵 這樣栽培我的話 我就不是今天的我 但是可見他都有私心 你看Sandy現在這樣子 他還告訴我說 我跟Sandy說要跟佩晨姐姐一樣 結果一模一樣笑話嗎 憲哥 真的是 結果 你去工廠 不要提到他了啦 傷我的心 你去工廠有投資嗎 沒有吧 我當然沒有投資 我這麼聰明 我做很多功課 我很認真在主持節目 他有認真跟一憲哥 還有聯絡嗎 其實 他沒事都不會要聯絡 他只有需要 就是 沒有沒有 他有新產品 他都會跟我聯絡 只安完美 對對對 哦 他 對他有要賣產品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的 就是 偶爾聯絡一下 有啦 我會跟他問安 但畢竟他是一個很好的長輩 所以你真的不會回來 照音球 不會要回來主持節目 會啦 我這麼好笑 你們有發現我其實真的很幽默嗎 要我們等很窮 哈哈哈 還是因為你太貴了 欸 我 我也 我也覺得 我是不是應該要調整一下我的價格 其實都可以洽談好嗎 哈哈哈